经上所讲的修学的原则我们没有掌握到 这个大师之原童章里面教导我们 都是六根经念相及 我们没做到 我们六根收拾不住 盐还是探色 耳还是探阴 血还是探味 这个就是不知道收拾六根 知道收拾六根 贪成吃慢的念头断了 在这个世间生活起居一切岁月 一切不执着不分别 一心想到 这个三五年才成功 我们的心还被五欲六成 还被名利所转 这一生念一辈子也不能成功 世间一切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多清楚 多明白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我们要常念 时时刻刻警惕自己 全是假的 在这些虚假上面做活计 哪有不搞轮回的道理呢 哪有不堕落的呢 什么是真的呢 放下万元是真的 随顺众生是真的 佛教我们随缘 随缘就自在了 这个是真实的受用 真实的利益 在能够幸运念佛 求生尽处 真实当中的真实 没有比这个更真实 常常想到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今天得人生闻佛法 这样宝贵的机缘 要不把它抓住 那就太可惜了 一设人生万劫难辅 再得人生不容易 纵然得人生 有没有机会闻佛法 如果得人生 生在得人生的时候 这个世界没有佛法 人生也是空过 有佛法的时间短 没有佛法的时间长 你看看 释迦摩尼佛的法运 一万两千年 这一万两千年过去之后了 这个世界没有佛法 没有佛法 时间多长呢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弥勒菩萨 实现做佛 这个世界再有佛法 诸位想想 一万两千年 跟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不能比啊 所以佛跟我们讲的话是真的 人生失去 再得人生不容易 得人生又能闻佛法 就更不容易 这一生 不能认真修学 怎么对得起佛菩萨 怎么对得起 自己这一次幸运的人生 所以生活环境当中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周边环境的一些人士 善人也好 卧人也好 我总以一个真诚 清净平真心来对待 什么样的折磨 也能够甘心忍受 老师念佛嘛 几年之后就往生嘛 何必计较的 为什么放不下 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 佛法真实受用 我们就得到 跟这个世间 一切人一切事 总不计较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功德就是老师念佛 想一想 无意的事情不做 什么是无意的事情 带不去的事情 我们要辨别清楚 神人立即的事情 根本能做 准度三度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利益众生的事情 学己为人 有多少力量 我们贡献多少力量 你的福报是圆满的 我有十分力量 只贡献一两分力量 这个福报很少 是有缺陷的 不是圆满的 感谢观看